車場欸 怎麼有辦法變學校 如果今天喔 中興村要簽校 中興大學來設一個分院 我們全體居民 我相信現場 還有目前的所有首長都會舉雙手贊成 可是他簽來了一個戲 裡面沒有多少人 又都是博士班 這對我們中興村一點的幫助都沒有 歷委期間呢 我就也曾經提出了一個 宿舍的發展管理條例的一個草案 那最主要是希望呢 我們可以把中興新村呢 也視為是眷村的一部分 那麼讓這個法案呢 如果通過我想對於中興新村的整體發展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注意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現在面臨到很多的這些長輩 住的問題也比較緊張 所以在我就任市長 現場之後呢 我也特別提出一個 有關於如何來代管宿舍的 空的宿舍我們可以做活絡 那麼現在還有人的這些的宿舍 還長輩在那的 稍微讓他們的安安心 然後不急著要被這個 這個等於是說被迫一定要搬錢出去